在过去的一年多里,由Balensia的先起的老爹鞋热潮,基本上,没有脱离过大众的视野,无论是古怪的时装球鞋还是笨重的复古球鞋,都能在现场或揭开中高频出现。 但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疯狂球狗现象,意外地打破了老爹鞋霸占已久的球鞋氛文,基本上很有缺和X鱼上的充斥了该鞋的球狗信息,而有趣的是,它与老爹鞋都有个共同之处,就是其貌不扬。 没错,引起这场球狗风潮的主角就是Kiko Kostadinov与Izix在2018年首播《联名》系列中,出现了JWUZ1的鞋款,主导此次联名系列设计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新任时装设计师Kiko Kostadinov。 它毕与余生马丁设计艺术学院,并拥有同名品牌,这个新的鞋款,是将Izix的老鞋款GeoMentra 6和GeoMemius 19进行了结合,运用了SPEVICAN后掌招架色胶,FlightFone等科技确保穿着的舒适度,特别的是在鞋身覆盖了半透明橡胶涂层,提高了鞋款的质感。 在没有大篇幅宣传的情况下,主打Kiko KostadinovXX的JWUZ1鞋款,超卖价,已经冲破了4000元,这个现象让我着实摸不着头脑,可怕,的是,在这款Train of Shoes,一把D被受追捧后,买不到JWUZ1鞋迷满,纷纷开始挖着类似的冷门鞋款及品牌,如HOK11,就是大家瞄准着新目标, 下图这款HOK11的BoundA5鞋款热度,毫不亚于JWUZ1,HOK11,作为跑鞋品牌,一直受到马拉松选手热爱到不出奇,但这个对时尚压根不感冒的独行者偏偏得到时尚潮流节的青睐,可是一点难救啊。 HOK11的BoundA5鞋,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,无论是ASCIS还是HOK11,这些户外性机枪在越野跑鞋大概一看,好像与一度成为时尚潮流节重儿的老爹鞋不尽相同, 到后底的设计与极具冲击性的外观,却正符合当下古坏的审美角度,相比伴众扩大的老爹鞋,越野跑鞋及修长的鞋型和高个技的缓震技术,更能符合日常通勤这种,有着老爹鞋无可比拟的舒适性。 之前是过一连几天,穿着HOK11,上班,长时间的用后的局促感,差点,让我要光脚办公,为了同事们能平安度过上班时间,我还是忍住了,舒适倒是舒适,不过这种越野跑鞋比老爹鞋才搭配上更为费力。 就算你没有把整套越野装备上身,稍有不慎都会让其他人觉得,太过突兀,但不要紧,想当初老爹鞋还不是在一片茂盛中突围而出,在时装界和潮流界中如雨得水,按照当下丑极是美定审美,只要挑选能够与之匹配的穿搭风格,再丑的鞋也能让你成为时髦人士。 要应付这种Trior Sneaker,我会优先考虑Open Outdoor风格,多元的风格组合顺应眼下能够应对不同环境的需求。 Open Outdoor既拥有适应户外的功能性,又兼备比户外风格更高敌视穿性,恰恰能够驾驭这种Trior Sneaker,Open Outdoor搭配方法,基本上,可以从日常的穿搭入手。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户外冲锋架壳和带有户外机能性的鞋类是最佳的搭配搭配,其实Open Outdoor的主要理念,就是把专业性极强,的纯正户外风格进行软化,把一直以来与时尚学员的Outdoor风格塑造出兼具功能性,适合在日常通勤中穿着的搭配造型。 因为户外运动其实并不属于日常活动,但户外搭配能够提供才如雨天、大风等天气中应付日常通勤。 所以将Outdoor软化,可以从例如保护外赶墙,的冲锋衣换成时穿性高的教练夹克,或者将较为用种的登山裤换成奶模的牛仔裤一颗。 如此类推,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具备同样的功能性大更为轻便,舒适的穿着效果。 Urban Outdoor将户外渐渐的特性与独自的时尚感融合在一起,能够为男士们提供多一种日常通勤穿搭的可能性。 就算是搭配其貌不扬的TRAIL SMEAKER,也能够为整个造型增添几分是毛感。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 TOPMEN男装 ID TOPMENCOMCN 新浪微博 TOPMEN男装